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2日 今天在疯狂网上看到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非常令人震惊 也使人非常遗憾 也就是在8月12号 国内的时间 内蒙古有一个地方叫乌兰擦布 叫梁城县 一个镇叫麦湖图镇 在这个镇有一个卫生院 现在一般来讲都是到卫生院去 或者到医院去 在加拿大也是 你到室内去 如果不戴口罩的话 那就有人提醒你戴上口罩 据当地一个微信群流传的 口罩分布的消息 8月9号下午3点 这个麦圣五队 有老两口去麦湖图镇 卫生院买药 进门的时候口罩掉了 那么医护人员就说呢 疫情期间不戴口罩不能入内 这是指那个男的老汉 老汉说 上台阶时口罩掉门口了 说因为老年人走路可能不太方便 一用劲口罩掉了 有的口罩质量不好 绳断了有可能 老汉就和这些管理人员就发生了争执 就这么点小事 这个事如果发生在加拿大 很简单的 加拿大有很多室内 你如果忘带的话 他就给你拿个口罩了 他都放一个口罩 但是一般人都是自觉 都自己戴 甚至戴很多 你想我要出去 车里都放很多 有的时候都放丢了 自己都忘了 这个就是为了以防 有的时候忘记 或者怎么样 或者需要帮助人等等 这个事是很好解决的一个事 但是你看 他这么点小事 就造成老汉踏上不归路 怎么回事 管理人员不让他进 这老汉脾气也爆 他们就吵起来 吵起来老汉原本身体就不好 突然间就是心梗发作了 心脏病发作了 可能就像我这样的高血压 一激动一下晚倒地了 那么倒地以后 这个医院也没及时抢救 为什么呢 国内经常有这碰瓷的 就假装这个有病倒地 谁都不敢扶 扶了以后他赖着你 你的负责一辈子是吧 这个社会风气变得非常灰啊 所以说就医务人员刚开始没重死 过了好半天 怎么就这么严重啊 那么这个可能呢 这个就他这个 这篇文章没有讲了 这篇文章有点矛盾 他这这上面的表述说是 老两口一起到这个卫生院 那就不对劲了 他说这个应该是一个老人进去的话 那可能倒地以为是碰瓷 没有人抢救啊 不到什么原因 反正这篇报道不是很 那中共官媒就是这样 经常是一半真一半假 大体就是这么个事 就是说抢救不及时 然后医生来了 一诊脉一看身子都凉了 于是才打电话给派出所 然后派救护车到县城 等去了以后已经 人已经这个死掉了啊 所以这个工作人员 正征求这个老妇人的意见 就把这个遗体冷藏等候处理 那大概这个事就这么一个消息啊 发生了 那么这个 于是呢 这个 这个当地这些 有关部门吧 现在就开始 比较重视这个事 就调查 到底怎么回事 记者 也到现场啊 到这个梁城县 去调查 调查 问这个 现场说是 那个 摄像镜头坏了 每当这时候都是这样 只要你出了事啊 你去调查 他就说镜头坏了 监控坏了 其实监控 监控 现在中共统治下到处都是监控 不可能坏 那质量好着呢 是吧 只不过什么呢 不利于这个有关方面啊 我认为很可能不利于这个就是 这个镇的卫生院呢 我认为主要这个责任就是内蒙古 乌兰查布寺 叫梁城县 卖户屠镇的医院 这个没有 在这个处理这个问题上 没有抱有爱心 就给人当成敌人 这说明什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就非常的紧张啊 这个 举手自捞都可以帮助别人 都不愿意啊 实际上你这个历生院 再没有钱 买他个几百个口罩 是吧 献献爱心 放大箱放着 有一个人坐在那儿 饭子近来就提醒你戴口罩 如果人没有戴 说问你什么原因 说我没有口罩啊 有的可能是因为经济困难 有的是这个忘记的 那就给他一个就完了 赞助一个吧 有什么了不得的事 但是不愿意啊 贤爱心啊 就是拔一毛耳力天下 是不为啊 就是这种人是太太难以死 这个这个匪夷所思啊 那么更深的层次我认为 和内蒙古的 这个政治制度啊 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生态 政治生态有关系 就是什么呢 这个现在内蒙古啊 在石泰峰的领导下啊 特别是刘其凡在那搞反腐败 斗得一塌糊涂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空前的紧张 社会风气 极其的这个恶劣啊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 内蒙古这一两天 爆出一个惊天答案呢 说一个61岁的呼和号特斯 他才是个小官僚啊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叫李建平啊 最近被抓了 正在审判啊 你想 他这一个案子 他贪的钱是多少 贪了30亿啊 他成立了数十家公司啊 其中有一个企业 光光是一家企业是搞房地产开发的啊 这法人代表叫杨进东 这个老板就给这个李建平啊 行贿了5.778亿 你看这是个 这是个什么案子 这说明这个政治制度已经烂到什么程度了啊 赖小民是判死刑是17亿啊 陕西的赵永镇啊 省美书记是7.17亿啊 这个你想等等吧 现在又出了个30亿的大案 那30亿大案是怎么搞出来 就是刘七帆搞的 刘七帆终于创造了一个 这个发了一个卫星啊 过去不是50年代不讲放卫星吗 是吧 母产万金粮啊 哪个地 脆牛皮啊 生产的粮食特别多 就放了卫星 人现在这个十国境境前啊 这个到了习近平是文化大革命2.0 这个时代又出现一个猛料啊 习近平的铁哥们啊 小兄弟这个刘七帆 也就是自治区党委这个纪委书记啊 竟然放了一个反腐败的大卫星啊 抓了一个贪官 贪了30亿 也不知道真是假的 叫李建平啊 据说李建平的儿子跑了啊 跑到海外去了 带走了不少钱啊 说是现在留下的钱就这么多啊 这也是讲的这个事 那就说明什么 你看两极分化多么厉害 腐败多么严重 正因为这样财富啊 不公平的 集中到了一些 这个 这个 非富即贵的 有钱 或者有势的人手里的 所以老百姓才那么穷嘛 穷到什么程度 你想吧 一个口罩 都这个不舍得戴啊 如果有钱 你想随意在乎一个口罩 是不是啊 也是由于这样 可能这个 震的卫生院也是惨淡经营啊 经济也困难 可能也比较计较啊 为这个小事 再加上什么呢 经常搞这个反腐败 搞得人和人之间 互不信任你 你死我活 整天斗 当官的互相斗啊 为了争权夺利 以反腐败的名义 打击政敌 是不是啊 你刘七帆 你反这个李建平 你自己连不连接 是不是啊 都值得研究 同样的 你这个 乌兰茶布是 这个也是内斗非常厉害 人和人之间的 非常冷漠 对不对 你想这个事情 老汉这个事 完全有个人劝卷 老汉别着急啊 你要哪怕旁边 卫生院不准备口罩 旁边有好心人 掏出口罩 给老人家 一个人给一个戴上 是吧 告诉他们不要难过 你别上火 我给那个口罩就完了啊 我以前到超市 我有一天就是 我在前面 结账的时候 后边这个人 就一个也是个老人 他就搞错了嘛 他把他那个东西 其实就很小的东西 好像一两块钱 就放到我这里边 就顺到我这里边 等结账 时候才发现啊 不是我发现 那服务员发现 原来我都不看 不是我有钱 就是我懒得看的东西 浪费时间 我从来不看 他给了票 我就拿走 就完事了 没钱我也不算计 结果他就放到我这里了 那个 那个服务员要重新给 给撤下来 我就说不用了 因为就这么一块多钱 还得撤 我还着急走 是吧 我要讲的什么 就是多做这个好事 多献爱心 如果有这样的人 在这个现场 帮着老人家 不就化解了吗 他就不用心梗了 他心梗着急了 对社会的极度的失望 一看 这个活着有什么意思 人和人之间 就是充满着仇恨 为什么要这样 是不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 从这个中共的统治造成的 什么时候能终结共产党的统治了 这个社会变得像加拿大这样 加拿大是人人互爱 你看你 不是我吹牛 天堂不就是加拿大 你来看吗 真是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 确实是不是我吹嘘 不要看媒体报道 激起刑事案件 整个来看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不信你到哪个商场 你没带 你看看 保证就有人帮你 而且保证就有人给你拿出一个 就那盒子里就有 这个 我曾经有的时候 就是忘记带了 走到那了 他就说 你要戴口罩 当然我车上有 我就到车上拿 没关系 但是他那个盒子也有 你如果车上没有 他诚实他也给你 咱们自己有 何必给人添麻烦 是不是 就整个社会 它是一种充满的 户外的模式 不是户斗模式 导致的 那么今天呢 还有其他节目 这个小答案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